大家好 很高兴啊 我们第二期的 继执大探索 我们如期的 虽然经过这两年多的疫情 我们第二期如期的继续的伴侣 那第一期 刚刚陈馆长也提到 其实我们一直在想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学生 家长 还有我们的老师们 知道目前我们继执教育的 一些进步跟变化 可能很多家长都还是 自视的一个固定的印象 认为我们的继执教育 就是黑手的嘛 做餐的啦 捏鸡的啦 其实我们现在 各个群科 已经都是进步到 各位家长 各位国中老师们 你们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展示 让我们的家长 学生老师了解 我们现在的技职教育 是跟我们的产业 做最紧密的连接 就刚刚这个机器人的表演 现在机器手臂啊 台湾的机器手臂是最有名的 那我们现在工厂 以前都是人工 人工你半夜 轮大夜班吗 大夜班我的薪资又要很多 我现在有了机器手臂 无人工厂 无人工厂 二十四小时 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可以作业 这个对我们的产业 它的产值影响有多大 那更不要讲我们现在讲的半导体 我们也有非常多的科大 有这样相关的领域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整个的一个体验试探 让同学们可以了解 技职教育是你未来整个职埃发展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真的也非常谢谢我们三个馆 三个馆的馆长刚才陈馆长讲 其实三个馆真的 那个档期都非常的满 我们几乎都是用抢的